毕业季即将到来 有部分学校毕业考已经结束 台北市立成功高中就有一个传统 就是高三升毕业考之后 会把书从楼上往下丢 象征高中生活即将要结束 而另外在松山高中 也有柳旭纷飞的毕业庆祝仪式 内湖高中则是水球大战 不过今年因为水情吃紧 校方表示今年不会举办 一大片书海 画面超壮观 学生们聚集在三楼和四楼 把课本考卷参考书全都往楼下丢 伴随着此起彼落的汽笛喇叭声 和同学们开心的欢呼声情绪 嗨到最高点 就在二号下午台北市立成功高中的 高三学生毕业考结束后 学生们把书本丢下楼 释放三年来的升学压力 尽管这是学生间一直以来的活动 但老师这么说 因为我们丢的刚好是书嘛 那可能对我们来讲 它是承载我们知识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是不是我们可以经过一些思考之后 再来找一下比较好的书压的方式 高三升欢庆毕业的传统仪式 还有这一所台北市立内湖高中 学生们齐聚在操场水球大战 但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停办了三年 今年则是因为水情吃紧 校方选择继续停办 第一任林辉校长就是觉得校中必须要开放 必须要自由 所以那时候的话 就想做一个跟传统教育不大一样的一个做法 高三高中毕业生们用纸片折成柳续 漫天分飞既唯美又震撼 校方表示希望透过柳续分飞 代表祝福同学们毕业后 蓬城万里展翅高飞 各校的毕业庆祝传统因为临近毕业季 可以再度掀起讨论 接下来到李世荣台北报导